1200多年前,在湖南长沙铜关窑,摇火中淬炼的长沙彩瓷经海上丝绸之路,远消29个国家和地区,成为名誉海内外的中国制造。 1998年,唐代沉船黑石号在印度尼西亚物理洞岛海域被打捞出水,船上的6.7万余舰瓷器中有5.6万余舰出自铜关窑,使得长沙彩瓷在千年后再次吸引世界目光。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,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与见证者,统关窑成了溯源一带一路长沙故事的范本。 在沉船青瓷,长沙铜关窑遗址管理处文物管理部部长曲伟介绍。 一千多年前,长沙彩瓷从湘江出发,御洞停长江,途经扬州广州,并在广州统一打包后再出发到印尼等地,最远到达非洲爱塞俄比亚。 曲伟表示,唐朝的海上贸易是双向奔赴的过程,既外销又进口,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。 曲伟告诉记者,为迎合抑郁市场的需求, 长沙彩瓷吸取西亚波斯的艺术风格,并将诗词、书画、产品广告和磨印天花等融入瓷器,开创了中国瓷器装饰艺术的新纪元,并以此为亮点,免更万里畅销世界。 因为当时我讲的,这个人讲的,南方是青瓷,北方是北瓷,都是答应的,和长沙彩瓷的彩瓷,它并且有很多的文化元素,它是符合国外的。 千年前因海上丝绸之路而建立的东西方交流情义,在千年后依旧延续。 倪仁刘是同关家喻户晓的陶逸老字号。 第四代传人刘家豪告诉记者,他的父亲倪仁刘第三代传人刘昆廷,曾多次奔赴新西兰、法国等地参加国际交流活动,展示传统的同关窑记忆。 受其影响,刘家豪时常与国外同行探讨东西方窑炉、泥料等的差别,近几年还与欧洲陶一家共创陶一作品。 刘家豪介绍,西方陶瓷叶应用了许多新型工艺,对于中国传统陶瓷记忆来说,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新方向。 这件也是用3D打印配合字模完成的,像上面这些复杂的青铜器的纹样,云雷纹啊这种寿面纹啊这些,其实如果用以前是用手工去雕翅的话,这些细节是很费工的。 如果3D打印直接扫描,然后去复刻,它的精确度也会更高,然后可以反复地去利用。 近年来,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,长沙铜关窑陶瓷产业复兴得到支持,当地鼓励陶瓷一人走出湖南走向世界,让铜关窑的摇火深深不息。 关窑一戒骨啊,无骨不成精,也是我们经常讲的这句话,所以我们就是利用古代海事这种精神,这种价值的研究,来进行现代这个一个借鉴作用成果,肯定一个是要交流啦,第二个产品要走出去了,是吧,对我们本地的企业是有很大的借鉴作用的。